今年68岁的我,五个月前新耿出院后,我花4000元请娘家侄女来家里伺候我,并且对余生做出一个重大决定。 如果侄女平安地把我伺候到80岁,我将把房子和存款都留给她,一样都不会给儿子留。 可能很多人看到我这番话,会觉得我这个母亲太无情了。 财产应该留给儿子才对,为啥要给亲戚呢? 说实话,我也承认自己这样做很无情,但我依旧觉得自己这样做是正确的,因为我儿子真的不配继承我的财产,而且他比我更无情。 说起我的儿子,真是一把心酸一把泪,因为工作原因晚婚晚育。 32岁时我和丈夫才生下儿子,原本当时还是农村户口的我们,还能再生一胎的。 结果我却迟迟怀不上,最后一次怀上了却意外流产,导致我失去了生育能力。 虽然无奈成了独生家庭,但我们也没有为此遗憾。 觉得一个儿子也好,毕竟没有绝户。 而且我们夫妻俩条件好了,努力把儿子培养的优秀点,以后也能越过越好。 谁知我们用心培养儿子,给儿子最好的资源,可他却总是让我们失望,在学习上很不上进。 考高中差点没考上,而考大学就不用说了,三本都没考上。 最后还是我们花了点钱给他读了个高职,不过儿子倒是对技术很上当。 当时给他报的学气修他学得很棒,去参加过技能比赛还拿过奖,毕业后更是成功,去了省城某汽车售后中心工作。 虽然儿子没有如我们希望的那么好,但看着儿子有技术有稳定的工作, 我们也很知足和高兴,至少他不会像很多社会青年一样,找不到工作或挣不到钱。 可没高兴多少年,儿子就一点点让我们重回失望。 儿子工作第三年,才24岁的他,突然带了一个外甥且无业的女友回来, 还怀了孕说他要结婚了,要我们赶紧准备房子和彩礼。 我和丈夫是想过儿子结婚生娃,但预想的是儿子过了26岁之后,工作稳定后再来考虑结婚的。 谁知儿子这么突然说要结婚,就让我们夫妻俩慌了手脚。 而且当时提出的结婚条件是,要给亲家12万彩礼, 给儿子儿媳在省城置办一套三居室。 当时我们夫妻手里就只有40万的存款, 这12万彩礼我们拿得出,在我们县城买房我们也没问题。 可是儿子儿媳却要在省城买房,还有他们看重的一套三居室, 最低首付都要29万,再加上装修15万左右, 一次性得拿出44万,这对我们家来说是很为难的。 因为这件事,我们和儿子儿媳拉扯了快一个月, 最后看到儿媳一天天变大的肚子, 我们也不好再这样僵持下去。 于是就个退一步,彩礼给10万房子买新房, 但买边上的2加1的小三房。 最后买房给儿子出了32万, 加上彩礼总共拿出42万, 顺利给儿子成了家。 这一切都妥当后,我以为就可以等着享清福了。 谁知儿子结婚后,却和我们慢慢疏远了。 儿媳生了孩子不要我带,即使我已经退休在家了, 她都情愿把亲家母接到省城,帮他们带娃,也不要我。 更荒唐的是,我们出钱买的房子, 原本说好2加1的小书房,是给我们当卧室的, 可儿子却把小书房改成储物室了。 每次我们过去看孙子,都是丈夫睡沙发, 我跟孩子和亲家母挤在一起,十分不便。 而且去过几次后,儿媳还嫌弃我们到来, 渐渐地就不要我们来了。 不让我们出去就算了, 他们还不经常回来看望我们, 除了过年会回来住两三天, 其他时候都是去亲家那边过节。 如果他们会突然回来, 往往都不是真心想我们的, 而是回来找我们要钱的。 那时候我丈夫却对儿子依旧很宠溺, 不管儿子怎么啃老又冷漠, 他都会尽力满足儿子所需, 尤其是花在孙子身上的, 他更是会无条件地支持。 但我丈夫这么对儿子孙辈好, 却换不来儿子的多少孝顺, 得到更多还是无情。 五年前原刚退休两年多的丈夫, 却突发脑溢血去世了。 丈夫去世前, 在医院救治了九个多小时, 在这九个多小时里, 我是痛苦且愤怒的。 进医院当时我就给儿子打了电话, 可是打了十多个电话儿子才接, 要他们一家子赶快回来。 可是儿子一家拖拖拉拉打完电话后, 过了三个多小时才从省城开车回来, 等儿子来到医院时, 丈夫已经走了, 最后一面都没见到。 更让人心寒的是, 丈夫去世后, 我以为我一个人了, 儿子至少也得可怜我, 把我接到身边生活, 可是我儿子并没有, 反而还想跟我要丈夫留下的十来万存款。 这让我很伤心, 所以当丈夫的保险款赔付了四十万到账后, 我也没告诉儿子自己, 藏了起来。 丈夫走后, 我和儿子的联系就更少了, 平时见不到他, 电话也没几个, 说起儿子, 也就丈夫去世周年时回来过一次, 这最近两年我都没见过儿子回过家。 在这五年的独居生活里, 我有啥病痛和困难时, 都只能依靠农村的侄女。 而这些年也是多亏了我侄女, 如果没有他, 我真不知道自己要怎么熬过来。 今年年初我突发心梗住进了医院, 情况危机下需要家属, 儿子这才回来了, 但也就陪了我半个月, 我出院后, 他请了个护工给我就走了, 而且护工费还是我出的, 休养了一个多月, 我感觉身体好得差不多了。 就想去儿子家里生活, 觉得这样能节省很多护工费, 而我也只需要有人协助我休养而已。 可跟儿子提了过后, 却还是被拒绝, 儿子嘴上说大城市嘈杂, 不利于我生活, 还说他们要上班没办法伺候我。 但我知道的是, 儿媳不喜欢我住在他们房子里, 怕我死在里面, 就连亲家母帮他们带了六年孩子。 去年因为腰椎不好了, 就被儿媳送回了老家。 原本我还想, 如果儿子把我接到了身边, 我就把那四十万保险赔偿款交给他的, 如今他不要我, 那我也不会留给他。 儿子不伺候我, 护工又太贵, 于是我就决定换人。 当时娘家侄女没有工作, 我就直接花四千元请他来伺候我, 虽然同样要花钱, 但请之余却比那些专业护工便宜了一千多。 这对于退休金四千两百多的我来说, 还算能够支撑的。 而侄女来伺候我后, 我发觉侄女真的比护工更用心, 甚至比我儿子还孝顺。 我的病在侄女照顾下, 两个多月就缓过来了。 在这两个多月里, 我感觉得到侄女是真心对我好的。 过去我有啥事, 只要一个电话, 她就会放下农活来城里帮我。 如今请她来伺候我时, 也是事事为我着想, 不仅伺候我, 还开导我, 知道我喜欢小孩子, 就经常叫她的儿女们来陪我。 侄女对我的好, 我也一点一滴记在心里。 起初, 我打算让侄女伺候我到年底就结束, 然后我另外找个做饭阿姨就行的。 可是看到侄女对我这么好, 我就没打算辞掉她, 也觉得身边有个亲人陪伴会更好, 所以我改变了主意, 决定长期聘请侄女做保姆。 为了留住侄女, 我和她签了合同, 聘请她做保姆, 期限是十年。 甚至我还给了侄女一个大大的承诺, 只要她把我平安地伺候到八十岁, 过后我也将会把我的房子, 和剩下的存款留给她。 没想到, 侄女没有把我说的承诺当回事, 儿子知道了却慌了, 立马回来想把我接到省城去, 可我却拒绝了她, 因为我觉得儿子儿媳是不会真心对我好的。 突然地孝顺, 只不过是为了我的钱财而已。 虽然这几个月里, 儿子一直为这件事而吵闹, 说我不拿她当亲儿子, 说我被侄女给忽悠了等等, 我都没在意了。 即使侄女是在骗我的, 但只要她能平安地伺候我到八十岁, 我也心甘情愿被她骗。 毕竟过去执逆对我的孝顺, 比儿子要多得多, 也比儿子要真诚, 所以我情愿相信她, 也不相信儿子儿媳慧珍, 心孝顺。 所以我觉得我这样做对儿子是无情的, 但我也是被她逼出来的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 订阅我。 再见。